大龙不止一次 跟你们说过十项生 那么什么是十项生 从什么朝代开始有个十项生 十项生在灵寝中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大龙为你们一一解读 那么这次再来了 至于神道两侧的时刻人物和走兽 我们统称为神道时刻 因为这些时刻都有生命的形象 比如说人和走兽 我们统之为十项生 早在秦汉时期 灵目前就开始放置十项生了 那么十项生有两种含义 第一象征着使者生前的一位 同时又被富裕 保护灵源的这种责任的含义 我身后这是马关 这边是马 那边还有个控马者 大家记住了 这些十项生都是由整块石料 雕刻而成 运送到此 那么咱们解读一下十项生 咱们比如拿这个马作为例子 马呀 在古代与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古人认为呀 人死后还能在另一个世界生活 所以说 在灵前放置一匹马 也供人呢 在另一个世界 继续的驱使他 驾成他 大龙的位置啊 就是朱元璋的父母 及其凶少的灵寝 安徽凤阳的明皇陵 他的十项生 记住了 只是得来了啊 是整个明朝地灵当中最多的 达到了三十二对之多 真厉害 记得给大龙点个赞 谢谢你的关注